自公元184年黄金起义开始,到公元220年汉中之战结束,整个东汉天下已经是石王、冥王,此时整个天下一共出现了三个政权,一个是孙吴,一个是刘蜀,最强大的乃是曹魏,孙吴、刘蜀,曹魏彼此之间名争暗斗,尔虞我诈,但最终的胜利果实却被司马懿窃取,不过,司马氏的江山却被一个女人给毁掉,让人不禁唏嘘,这到底是怎么回事? 这里是小豆芝历史,订阅我,小豆芝带你探索更多神秘的趣味历史,在三国中曹操是个非常值得说到的人物,在三国的诸多主公中,曹操无疑是自有本事的一位,他上马能打仗,下马能做师,为马还能治理天下,在不少诸侯互相征伐时,曹操目光如炬,他没有像董卓那般废利皇帝,更没有像袁术那般自立为帝,而是选择了携天子以令诸侯, 作为一个野心勃勃的权臣,能扛住地位的诱惑实在是少见,不过也正是由于曹操的这条政策,让他最终在多如牛毛的势力中脱颖而出,而直到他去世都没有迈出最后一步,相反一度被人们看作是正义化身的刘备和孙权,紧接称了帝。 这是多么的讽刺,曹操去世之后,他的儿子曹丕不能忍,觉得是时候展现真正的实力了,于是正式取代汉朝登基称帝,曹丕称帝后,风光的日子并没有持续太久,便一命呜呼,他死后将江山传给了曹瑞,可是曹瑞也不是一个长命的皇帝, 临终前指定年幼养子曹芳为继承人,并且给他调了两个辅佐大臣,司马懿和曹爽,这个司马懿可真是能活,他与曹操是同时代的人,竟然还能辅佐曹操的重孙子,当真令人心服口服,当然也正是由于司马懿太能活。 最终熬死了一代又一代曹魏的掌权人物,等到他解决掉曹爽之后,司马懿最终大权独揽,取代曹魏也仅仅只是时间问题了, 而在司马家族真正取代曹魏的过程中,还有一个叫贾冲的小人物起到了关键作用,可以说正是此人一手毁了曹操的江山,贾冲是贾奎的儿子,贾奎立是曹操,曹丕,曹瑞三世,可以说是曹魏政权中具有军政才干的人物,终其一生为曹魏的天下做出了卓越贡献,开始贾奎指示兵州郡历,后前免持县令,拜红农太守,贾奎担任豫州刺史期间。 大力兴修水利,凿铜运河二百余里,当时人们都称他贾侯渠,在百姓中的口碑非常的好,贾奎去世以后,儿子贾冲继承了父亲的爵位,俗话说人心难测,说的就是贾冲,完全搞不懂贾冲的心思,本来有父亲替他打下的功德,好好继承父亲的爵位,尽力帮扶曹魏,做出一番贡献才是正常人的思路。 然而,贾冲不想坐享其成,一心只想搞事情,凭自己的本事,赢得尊重,或许是贾冲看出了曹魏命术已尽,或许就是单纯的不安分想搞事情,身在曹营心在司马,一边在曹家周旋,一边和司马家暗通款取,一心致力于把曹魏干翻,在高平林事变之后,就心机地把自己儿子投放到司马昭阵营。 司马昭自然是欣然接受,心之日后必有大用,当时那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啊,但是他又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韦,他一不小心葬送了司马家几代的努力,于是就派贾冲悄咪咪地去打探有反曹之心的大臣。 他铲除一己,独揽这朝政,肉眼可见的野心也是引来了当朝皇帝曹毛的不满,他明白如果继续做这个傀儡皇帝,司马昭迟早要将他铲除,于是他找来信任的大臣对他们说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,他想要除掉司马昭,但是当时的大臣都不赞同,觉得如今司马昭手握大权,曹毛毫无胜算,劝他不要轻举妄动,但是年轻气盛的曹毛根本不听,率领左右侍从几百人, 打算去袭击司马昭,但曹毛不知道的是,自己认为可以信任的人,最后却背叛了他。 首先是王沈跟王爷,这两人在得到消息后便连夜溜走,将这一计划向司马昭汇报,除了这两人,曹毛当时最信任的贾冲也背叛了他,当时在关键时刻,他将身边的所有的乡辅兵交给了贾冲,让贾冲率领迎战皇帝亲率的皇宫护卫贾冲深知,如今他没有退路了, 他只能与司马昭同生同死,他立即部署防卫,双方的实力不相上下,但曹毛这边在心理上更胜一筹,而贾冲这边因为护卫都训练有素,也有胜算,贾冲刚部署好防卫,曹毛便带兵杀来,禁书上记载。 天子称有所讨,感动者足诸。贾冲这边一听,都不敢动了,有人想逃走,有人甚至想站队皇上这边司马昭的弟弟前来救援, 士兵看到曹毛亲自挥刀上阵,吓得纷纷后退,千军一发之际,贾冲冲着后面司马昭的摄人承绩大喊道, 丞相养你们有什么用?成绩听他这么一吼,想到司马昭的知遇之恩跟立功后的待遇后,便拍马辉哥直冲曹毛阵营, 由于曹毛这边毫无防备,被成绩刺杀,而贾冲也顺利地毁掉了曹操的天下,贾冲这个人终究是老谋深算。 杀了皇帝肯定不能就这么算了,亲任皇帝的成绩就这样当了替罪羊,被诸三族就这样,曹魏时代正式画上句号, 贾冲也成了西晋的开国功臣,贾冲为西晋也算是尽心尽力,一步步掌握军事大权,贾冲有一女,贾南风,模样生的不敢恭位。 但是,在父亲的影响下,还是嫁入了皇宫中,与司马炎的次子司马中完婚, 而后也因为司马中继承皇位的缘故,登上了后卫,司马家能人有许多,但司马中绝对排不上名,司马中性格懦弱,又不善于掌管朝政, 据说有一年闹饥荒,饿死了许多百姓,他得知后,竟然说何不是肉迷,可见他是相当无知的, 他不算聪慧,甚至连朝中事务都不能很好的独立完成,他想着岳父是父辈一致认可的臣子, 其女儿应该也有继承些许才智,于是放任贾南风随意干涉朝政。 贾南风善度且小度机长,凡是与己不利的事,他都会示意报复,当初他还是太子妃的时候, 就曾因为其他妃子比他更受宠爱,而命人殴打那些妃子,甚至给怀孕的妃子下药, 司马延并非没想过替儿子做主修掉他的,但考虑到与贾家的交情,他还是选择了忍耐, 可这更增长了贾南风的气焰,使他更加不知收敛,贾南风在家是掌上明珠, 在皇宫中窝囊的老公也拒他三分,哪懂什么政治势力啊? 贾南风想要掌权,可当时的皇太后是他争夺权力的绊脚石。 于是他便想要铲住杨太后,但是杨太后有个靠山,就是他的父亲杨俊, 杨俊在朝中的地位也是不可小觑,于是贾南风便邀请司马中的大爷汝南王司马亮, 跟弟弟楚王司马尾来帮忙除掉杨家。 当时,地方藩王不经允许是不能进都的,贾南风主动邀请他们自然愿意来, 司马尾立刻带兵灭了杨太后三族,并废了杨太后,将杨太后囚禁在金庸城, 自此,八王之乱拉开了序幕,他以司马中的名义令司马尾杀了司马亮, 又以杀害司马亮的罪名处决了司马尾。 贾南风当上皇后仅仅一年,年仅34岁的他便利用皇室内部的矛盾, 塑清了外妻势力,扫清了障碍,在朝堂上一手遮天, 朝中大小事的决定权落入他的手中,全凭他的心情去处理, 不多时,西晋的朝廷便在他的努力下遍的一片乌烟瘴气, 贾南风参政的姿态就像是小孩过家家, 导致诸多藩王为表对他的不满而选择发起动乱, 也就是持续了有十六年之久的八王之乱, 齐王司马炯带兵入室,抓住了贾南风, 幽禁在金庸城,并将他堵死,他死不足惜。 但是有他引起的八王之乱已经使国力受损, 国家已经无法全权控制周边少数民族, 为后来五胡乱华埋下了伏笔, 这场动乱劳民伤财, 让百姓身陷战乱中苦不堪言, 更是直接动摇了西晋政权的根基, 最后造成了西晋的灭亡, 毫不夸张地说西晋的灭亡的一大因素是贾南风促成的结果, 不得不说,在这对奇葩妇女的字典里, 根本没有忠义二字,利益熏心的贾南风, 为了达到目的,不顾道德跟仁义的做法, 为天下人所不耻, 最后将自己做死在追求权势的道路上, 也是自是其果, 最后得到的只有一臭万年的骂名。